所以你知道那時候自己有身價嗎 不知道耶 你知道一塊兩毛五嗎 你也知道是有這種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一集多少錢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慧君 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如果用一句話來聯想角色 你會想到誰呢 像是開札 我們就想到包青天 送你一趟起油跟一支花火 這是霹靂火的老文聰 但在更早之前呢 有一個角色喔 他整齣戲裡面 從頭到尾只有一句台詞 一說出來便立刻喚醒很多人的記憶 哎呀呀 想起來了嗎 可愛的靈芝草人 開心的時候 愛爺爺 緊張的時候 還是生氣氣的時候 爺爺 用一句話演了整整30集 喜怒哀樂都有不同的口氣 而36年後的真面目 長這個樣子 我也覺得奇怪 你要用那三個字表達 喜怒哀樂的那種感覺 我也不懂我那個時候怎麼 表現得出來 那位楷一名楷開 但有更多人叫她 哎呀呀 所以我想說其實會有很大的疑惑就是 為什麼我是演一個 非人類的角色 大家 其他童馨都是演正常的角色 怎麼就我演一個 林芝 對 隨便 有的人也覺得她是人參 或者是什麼之類 不管是林芝還是人參 戲裡面人人都想吃掉她 人氣卻比同劇的男女主角 潘影子跟孟菲還要紅 林芝草人受歡迎 所以我們盡量就兩個人都在一起 不然她單獨出去的時候 收視率特別高 高起來 真的會吃醋 我是林芝小呀呀 有小手 哎呀呀 有小腰 還有一個小嘴巴 整齣戲討喜的吉祥物 那時才兩歲的凱凱 小小身體只露出可愛臉蛋 躲在道具服裡面 拼命地甩動兩根長長的樹鬚 圓滾滾的大眼 可愛又無辜的模樣 風靡全台 但要穿上這身戲服 可是一件苦差矢 最早的造型 林芝整個是看不到的 所以流兩個眼睛 可能覺得不夠可愛 不敢 改成變戴帽子 灰性 一個鏡頭下馬上脫掉 就換一套衣服 所以她一天要戴十幾套 穿了這件衣服之後 其實就變成說 我是悶在保麗龍裡面 然後太熱 然後汗啊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異味性皮膚炎 就是很癢 然後基本上 每天 就有點像洗三溫暖一樣 不只身上穿的 臉上畫的妝 也大有學問 兩個紅紅的 本來是用口紅圖 結果發現 拍戲會太熱 穿熱真的太熱 會一直流汗 然後會糊掉 所以後來 好像是我 我媽媽吧 還是周遊阿姨 就想說 那我們用那個 紅色的紙 剪成圓的用貼的 這樣子你流汗 就不會糊掉 還沒上幼稚園 就開始拍戲人生 當時還因為凱凱走紅 新聞局增設了一道 童星條款 八點以後 小朋友就得收工 回家嗚嗚捆 但一點都不覺得累 有時候真的是覺得好玩 我應該算聽話的小孩 你算聽話的小孩 就是那種你過來你過去 蹲下站起來跳 其實廖威凱會變成童星 跟她的媽媽 有很大的關係 她本來就是主持人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主持廣播就是你 除了你要講故事 講一些禮語之外 當然也要推銷一些商品 那那個時候 日本跟台灣合作 大部分就是賣日本的一些 藥之類的 媽媽陳立秋 是50年代知名廣播之花 曾獲得廣播協會 頒發終身成就獎 爸爸是公股銀行員工 家中還有兩位姐姐 林秀芳跟林薇 透過媽媽的牽線 也都成為藝人 姐姐也是長期在演藝圈 然後她以前就是演那個 潘英子一代女皇的丫鬟 你就是感夜寺的住持 慧青 正是 感門姑娘是 因為姐姐的關係 有認識很多導演跟副導演 對 那後來的幾出戲 剛出道的時候是因為 好像剛好需要有小朋友 那就想到說 秀芳 秀芳的弟弟 反正秀芳那麼會演 她弟弟應該 應該也可以這樣 或許一家人都有演藝細胞 凱凱從嬰兒時期 就開始拍平面廣告 兩歲多的時候 成為家喻戶曉的林姿草人 接下來也接拍多部的戲劇 並且開始有了台詞 媽媽你說會愛惜小動物 你把牠們送走 牠們就很難過的 我天生可能記憶力 我的記憶力是那種 可以你現在給我 然後我可以馬上把它 吸收消化 可是演完之後我就 我就忘了 不只拍戲 還有拍不完的電視廣告 很快的你就會像大叔一樣喔 升上小學之後 每天幾乎只上半天課 下午就往片廠跑 媽媽也辭掉工作 全職帶著她跑通稿 我覺得跟同學相處的時間比較少 拍完戲的晚上 或者是空檔時間 才在片廠寫功課 當時全校都知道 學校有個大明星 享有特殊的待遇 難免被部分的同學 閒言閒語 學校的圈子裡面 對於他們來說 你就是一個不同的人 但是不熟的 總是人家會用 異樣的眼光看你 幸運的是 沒有受到霸凌 一路演戲 演到國中二年級 這時候就決定 告別螢光幕 我那個時候很堅決的跟她說 我不要了 我媽媽是個 蠻嚴格的傳統婦女 然後她會希望你在各方面 都要有一定的水平 那相對的你要拍戲 又要課業兼顧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上課 果斷離開演藝圈 開始回歸正常的校園生活 也想撕掉從小扮演林姿草人 被外界貼的表情 像我們當兵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我去 但是就是沒有讓大家知道我是誰 那因為我們要帶鋼盔嘛 那鋼盔沒帶好就會比較朝天 然後那個教育班長就說 欸你們鋼盔要帶好 不然就會像那個什麼 以前八點檔那個林姿草人 因為我不太會主動去跟人家說 我是演員或者是說 我是小童星的身份 可是畢竟相處久了 大家都會發現 那其實我身邊的好朋友也都知道 或者是說能體會我的心情 所以都不太會提那三個字在我 在我面前 那三個字 哎呀呀啊 彷彿成了不能說出口的 活地魔 從進來的那一秒鐘到現在 都還沒提到那三個字 所以就那 可以小贏嗎 B 我很怕我70歲的時候 可能我的孫女或我的孫子 還跟我說 欸爺爺你是那個愛什麼 然後我就 想竭力擺脫過去 大學畢業之後 她做過好幾份的工作 從不想回到演藝圈 但沒想到 引爆家庭革命 當兵退伍 我就想說找一般的工作做就好了 可是其實 媽媽還是蠻希望我回演藝圈 然後其實 有造成不少跟家裡溝通上面的問題 不想人生照著劇本走 當媽媽跟姐姐想介紹她演戲 她卻想過自己的日子 譬如說我做過停車開單元 我爸爸覺得我做這個工作 讓她很沒有面子 對 可是我覺得 就是個工作有什麼好分 什麼工作比較高尚 什麼工作比較爛 我也是靠我的付出 我的努力去賺錢 有什麼不對嗎 出社會十幾年 始終在演藝圈門口徘徊 她賣過嚴肅機早餐店 也當過零售店店員跟房仲 換過十幾份工作 不想讓家人擔心 但她的媽媽卻病倒了 因為媽媽有阿茲海默跟帕金森 七年前吧 她在去復健的路上又被車子撞到 然後整個就是寬骨 就是換人工關節啊什麼的 然後從那個時候 其實媽媽的身體就 非常的虛弱 當年帶著孩子東奔西跑拍戲 如今換成她 帶著媽媽去醫院 哭過很多次啊 尤其是我媽媽那時候 剛被種在醫院 看起來很虛弱 手腳會抖沒有力氣 就是怎麼會變成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然後你會覺得媽媽 像變另外一個人 為了究竟照顧爸媽 廖維凱還辭掉工作 籌備電商平台 以及YouTube平台 也開始上電視通告 演戲喔 有機會的話會想試看看 想再拍戲 不只是為了有穩定收入 過去被爸媽寄予厚望 如今繞了一圈 踏回演藝圈 其實骨子裡 還是熱愛表演 只是要她再表演一次 哎呀呀 她這麼說 她最後要不要 為我們 電商經典橋段 哈哈 那三個字就放過我吧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 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喔 如果想看更多呢 歡迎你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